昨天我一到北京就知道哪一种他挑战我 然后这个是冰桶挑战 今天回到香港 我第一时间就准备好所有东西 来到这个天台 看见这个香港的美景 然后接受哪种的挑战 然后还没有准备插冷吃个的时候 我要跟三个朋友说我要挑战你 第一个就是钢琴 天才朗朗 第二个就是我们禅澳金牌得主 瘦瓦维 第三个是亚洲天王周杰伦 记得还给我 准备好了没有 可以了 一二三 希望所有所有世界所有的人 所有的天台都没有 谢谢你们 好的 今天在公司录音呢 接到这个刘德华的邀请 冰桶泼水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要唤醒大家对剑洞人的支持 不关心 那那个 因为好像要点名下一位嘛 要点名三位这样 那我觉得 对 我先讲了 被泼水不是就不捐钱 我还是继续要捐这样 然后那个点名的人呢就是有 帆文山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那下一个就是 呃 一个团体 五月天 有五个人 我话怎么讲 五月天 就这样 就这样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五月天 然后 这个 这一次就是为了 对 六个人 对 然后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们需要被关怀的 然后 所以大家有很多挑战 然后 这次 周董点名 五月天 对 算是一项漫画的来源 每一次就 五个人 这样子 今天我们决定接受挑战 那 先名三个出来 当代表 对 但是我们要 呃 先 指定就是接下来 下一个 三位 对 对 而且我们也很滑得来 一次我们可以指定到五个人 算是一种加成的 对 对 好 我要指定导演张震 嗯 好 那你要指定谁呢 我来指定一个 谢婷燕 哦 姐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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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也来指定一个 要指定一个 就是大家应该不会想得到的 就是指定这个 最近坐在树下 非常猛的 金城武 哦 对 我也好想看 对 我其实很想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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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帅哥会怎么样 对 但是其实 潑冰桶都不是重点 对 重点是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活动 就是 心有余 立业的话 然后可以一起关心他们 然后并且捐款 对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 呃 可以捐款到 台湾的建东人社会 不错 然后我们这下面有很多资讯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好 那我们今天 冰桶已经准备好了 都是有冰块 好 有吗 应该都有看到 满满的 好 我的还没融碗 好恐怖 他的融碗 好来 好来 那这一趟 那两个就放这边 先你等一下 好 那他就轮到你了 想起来 再次要轮到你 好 好 好 要数 一二三嘛 好 这边 好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平常用 我们还是用Cue的 一二三 然后就 拿到头顶就变成 是一二三的三 还是一二三 零 那那个四 一二三然后 拿到头顶就变成 好 谁Cue 鼓手Cue啊 那我可以 好 好 一次机会 一二三 零 好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金城武 谁经验 你有二十四小时 接受这个挑战 加油 有人 有 一二三 一三 一二三 船 一二 一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